故宫真飞井 1900年在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的大门之际 慈禧正准备出逃 在出逃之前 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老对头真飞 派人将真飞处死 将真飞带到周围一处突井前 被以头巢下的姿势扔入井中 为了确保真飞能够最终死亡 做到万无一失 又找了一块石头扔了进去 让真飞完全没有了生还希望 根据真飞井带给人们的印象来看 这座井口确实非常小 而且在井口下不远处 还有一根铁棍挡在了中间 让人相信真飞井中塞不进去多大的东西 其实皇家为了颜面 把这口突井封上来 后来又在附近重打了一口井 这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真飞井 真正的真飞井 原本是要比这个井口大得多的